像各位我們在找這個圖庫的時候 如果你找到已經具備好 尤其用在簡報裡面是不是相對方便 如果你是報告當然有沒有具備大概就 不會有太大影響 但是 簡報裡面基本上我們不太可能會用白色或黑色當底 黑色偶爾啦 但是至少白色不會吧 拿白色的背景來當簡報 應該 老師也會給你一種顏色也是白色的 對吧 所以說 你要會找一個關鍵字 這個 PNG跟SVG 我沒有廣播對不對 在這裡 在那個教學 參考資料這邊 有沒有一個PNG跟SVG 好那你進來這邊之後這也是我部落格上的文章 就是我們平常在找的時候其實你再搭配這兩個來找 你就很容易找到什麼 就已經具備好的 那我們來試看看 比如說像我們風假 Logo 你看一下啦 我們在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我有放一個 學校Logo進來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當然 我本來是想放 去備的 不過 發現這個 貴校是有啦 但是剛好不太適合剛剛那個狀況 所以我就 來這邊再找一個啦 如果你是只有這樣找 也會找到很多沒有錯 但是我怎麼知道這個到底有沒有去備 請問這樣看得出來嗎 只有我的電腦看不出來了 你們上面看得出來有沒有發現 在旁邊這邊 會有什麼 是好像那個網格狀就是賽車格那樣子的 如果有這樣子的 恭喜你這個是有去備的 就可以拿來用 就可以拿來用 但是呢如果是像 這個也有 所以我們學校的很多 這個就沒有 有沒有 這個這邊是不是就沒有 就白色的 就沒辦法處理 那怎麼辦 不管你用哪一個 假設我用這個 這個是有的對不對 請問 可以直接複製然後貼過去嗎 真的 當真 直接這樣可以拿過去 有一種情形可以 如果你是微軟家族的 因為如果你比如說 你我們剛剛不是有開PowerPoint嗎 對不對 如果你是PowerPoint 20 應該是2010以後 比如說你看我用剛剛這個 這個有背景對不對 我把它貼進來 請問有沒有透明的 有啊有透明啊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是這樣子 直接複製到 就是微軟以外的軟體 比如說 看看這裡有什麼 其他的軟體 好難喔 有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編輯的 就是 微軟它只對自己的好 所以 你用相同的應用程式 同一家公司 它可以直接copy過去 可是像我們一般用 Adobe啦 或者其他影像處理軟體 很抱歉 當我們透過剪貼布的時候 會自動忽略透明度 所以你貼到那邊裡面 會自動幫你加一個背景 這樣有沒有很老先 所以呢 如果你 不是用在微軟的 請你按右鍵 乖一點 把它儲存下來 再拿來用 這樣會的齁 好我把它處理一下給你看一下 好 我就放在桌面上好了 來 這裡 所以呢我們現在回到我們focus guide 你看一下 假設我要在這邊 這也已經很亂了 早夜 假設我想在這裡 插入 圖片就從這邊 除了它的圖庫以外 我們可不可以從 添加本地的 就自己電腦裡面的 因為有些圖片是我們自己有的 點一下 好你就來這裡 直接點到它 有沒有這樣你就可以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會png 很重要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囉 剛剛是找png嘛 那因為找學校logo原則上 都是點證圖比較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找看看 如果今天比如說我們找喵咪的對不對 如果你這樣直接找 你會發現 我們這樣找 有沒有一些沒有去背的也會出來 因為我現在只有用單一關鍵字 那麼你空一格 加上png 有沒有覺得貓咪乾淨一點 有對不對 點進來 我偷看一下 有啊 這個是有去背好了 那你覺得應該進去會ok吧 好 那我們看看另外一個關鍵字囉 svg 有沒有覺得變比較可愛一點的 比較卡通一點的 同樣的都是貓 可是呢 你的 副檔名 就是我們講的關鍵字不一樣 出現不一樣 因為png是點證圖 svg是什麼 網頁上標準的向量圖 標準的向量圖 所以你用這個方式 一找這一張我記得 沒有的 對不對 不見得一定會有 但是呢 你可以找到像這一張就有 有沒有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喔 所以你可以混合一下 找到你的關鍵字之後你就空一格再加 png或svg 這樣就比較容易找到什麼 已經去背好了 但是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各位 如果你今天一定要這一支呢 可以 雖然我們要找到去背好的 我就強要可以嗎 蛤 請問 你會不會做 影片圖片的去背 你有用什麼工具做過影片圖片的去背 POWERPOINT 從2010以後有一個功能你要會啊 喔有幾個有點頭表示有用過對不對 怎麼用 一樣要把它存起來或者你複製也可以啦反正在POWERPOINT裡面而已嘛 我如果這樣直接貼進來 這個功能在POWERPOINT有請問WORD有沒有 也有 就這兩個地方 WORD跟POWERPOINT都有 那我把它放大一點 這邊 從哪裡進去 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格式 就是從這個地方 你把它按一下 有看到一個叫移塑背景了嗎 欸就是這個地方 至少有一個類似的雲端服務也有 好那你進來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在這裡 有一些工具可以用 你要的 你用這個 綠色的 不要的用這個 所以我現在呢你先看看 我們在這邊 這裡 我把它拉大一點 範圍拉大一點 其實不小心就好了嘛 因為這個很單純啦 只有單一顏色而已 萬一如果我們拿照片好了 看有沒有什麼照片的 我們找剛剛 PNG的那一種 應該也會有幾張沒有的 太複雜的 就盡量不要找自己麻煩 貓咪的這個 其實那個輪廓會比較多 事實上比較難處理 好我們找看看有什麼比較 好吧 這個好了 來 這個我把它複製起來 拿到這邊 這一張我就 不要了 貼進來 那一樣的進到格式裡面的移除背景 第一個 第一個你先決定好外面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就是最後待會剩下來的 所以我把它稍微拉大一點 好把它拉大一點 好 現在呢 這些是不是不要的 你就用什麼 這個 告訴他 這裡不要 很好 用這個工具不要太認真 我都隨時便便用而已 你有發現了吧 畫一條線畫一條線就好啦 你那麼認真會做不好喔 真的喔 你不要太認真喔 很少老師叫你不要太認真了對不對 叙叙我可以不要處理嗎 因為這個太難了 舌頭被弄掉了對不對 這樣會被罵喔 所以呢 保留的 你告訴他這裡我要 你有沒有發現我都塗哪裡 塗我要的裡面或不要的那裡面 對不對 我不是塗在邊緣喔 那萬一你弄錯了 這個是可以刪除標記有沒有 你可以改的喔 那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這裡我要你 怎麼可以把我刪掉有沒有 你就告訴他這裡我要 有沒有發現他會自己去判斷那個邊緣 太多了沒關係你就再 調整一下 有的他OK啦但是有的比較小範圍我們就要稍微去看一下 這裡 這個 這裡少一點點 你畫短一點點他的影響範圍會比較小 好這裡還有的鼻子 這裡又多一點點 這裡不一樣 有沒有慢慢這樣就稍微修起來了 對不對 好的怎麼辦 保留變更 有沒有留下來的 只是是沒有鬍鬚的 有沒有 哈哈哈哈 但是重點來了喔 如果你這樣弄好了 我們 只能在office裡面用嗎 你Copy過去看看 可以貼到這邊來嗎 你覺得可以貼到這邊來嗎 你覺得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但是不能用複製的 請按右鍵 請問有沒有另存成圖片 這個時候因為其實我們 能夠保留透明度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格式是哪一個 就是這個格式 我們剛剛是不是找這個 所以為什麼要跟你講關鍵字是什麼 因為PNG這種圖片格式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他的透明度不是一個顏色 是可以256種 所以如果你有陰影 有半透明 他也可以帶過去 也可以帶過去喔 所以我們這樣子把它存起來 這個時候你再回到這邊來 一樣的 找到你自己的圖片 好 那如果你的圖片比較大 Focus感會提起你 看你要不要做優化 這個其實跟Word 或PowerPoint的意思一樣 有些人 拍了數位照片之後就怎樣 直接把它丟進來有沒有 原始的啊比如1000萬啊 甚至2000萬就丟進來 請問你的PowerPoint或Word會不會變大 也會 所以通常我們還是說 會稍微縮小一下 好 請問這樣進來有沒有是透明的 這樣你了解的 所以 因為大部分大家都有這個Office 2010以後就有這個功能 也 不妨用一下 也是不錯 雖然說他沒有辦法說 做得非常精緻 但是一般性的 還算OK 還算OK 好 好 謝謝大家 好